大家好,欢迎来到MegaZone Cloud的Webinar 我是Carlos,来自MegaZone Cloud的Sales Manager 今天我们Webinar的主题最主要是说 如何在疫情期间我们可以透过利用 不同的短片或者影片 拉近你和客人之间的距离,增加营销 首先,这是我们今天的agenda 包括可能我们会介绍一下自己的MegaZone Cloud 之后我们也会说回 其实今时今日有关在不同媒体和影片期间的趋势 而第三,包括我们会分享不同的reference case 而最后我们就会有一些技术的解释 首先,我在这里会介绍一下我们公司MegaZone 其实MegaZone Cloud在1998年就已经成立了 去到2018年,我们就分拆开出来 变成MegaZone Cloud,最主要是负责做Cloud的商业 其实我们今时今日的员工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 而我们负责的offering 从基本的标领去到不同的migration CICT approach 到后期做一些考虑的application development 甚至后期如何帮客人利用ARML 或做一些analysis 我们都会负责到的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 global footprint 其实我们的总部是来自韩国 而其实我们在日本、香港、越南 其实甚至去到美国 我们都会有我们的不同的分公司 在这里是会说回我们MegaZone Cloud 其实最主要的mouse stone 我们由1998年开始成立 那时食住当时这个网页发展的年代 我们那时最主要的业务 主要是负责一些web hosting 而后期我们都会负责一些digital marketing 或者做一些digital agency 甚至是web hosting的service 那我们从2009年开始踏入这个cloud的世界 那在2009年我们成为了google apps partner 第一个partner 那去到2012年就是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mouse stone 2012年我们成为了AWS的partner 亦都是在韩国里面第一个partner 那而且去到2018年、2020年 我们都分别得到不同投资者的信任和投资 包括可能在2018年我们得到45M的USD 可以看到其实投资者对我们的前景 和对我们的服务 都表达了很大的信心 那在这里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offering会有些什么 我们的服务会包括些什么 其实简单来说就用一个iPad这个字形容 由infrastructure去到platform 甚至application到最后 如何去善用的data 我们都会由我们的服务 而且在服务方面 由基本的一开始的consultate 一些资深的顾问到中间的migration 甚至到后期的implementation 或者是reimplementation之后 给一些不同的改善optimized 的advisory 甚至一些当中的measure service 我们都可以帮到手 而且在这里你都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都会和世界各地 不同的ISV solution 会partner up 由基本的infrastructure 的security 包括可能一些partner auto 的firewall 或者到中间 你怎样要做一些AI 或者machine learning 好像elastic做一些data sourcing的solution 其实我们都会和他们partner up 希望给到我们的客人 一个全面end-to-end的solution 和end-to-end的帮助 在这里我们要说回 我们最重要的一些mouse stone 其实我们已经是超过八年 和AWS维持了在一个 premium的partnership的关系 而且八年以来 我们都是维持在这个premium consulting partner 其实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 AWS的partnership的competency 无论是migration digital customer的experience 去到可能达到少少的sap 或者final service 我们都是有当中的不同的competency 在这里 凭着我们的经验 亦都凭着我们多年的 和AWS的合作关系 以及我们不同的专业团队 其实我们都深得 不同客户的支持和信任 其实无论它是由一个 enterprise的grading的客人 还是它是一个 可能是一些digital later的business 甚至可能是一些新初创的公司 其实他们都会将他们的生意 或者将他们的IT的部署 都会放心地交给我们 出名一些 比如就好像有韩国的samsong LG 甚至可能是sktelecom 都会是我们的客户 在这里我最主要就会想分享 现在其实有关媒体 和短片的营销 以及当中 究竟有些什么不同的trend 首先在这里我会想说一说 其实当时今天 在疫情期间 很多不同的客户 或者很多不同的客户 其实他们已经习惯了 stay at home 无论他们想做什么 什么行为 包括可能是做运动 或者是甚至旅行 或者想买不同的生活用品 或者食物 甚至可以工作的话 他们都会stay at home 甚至是work from home 其实可以看到不同的数据 显示到 这个已经成为了 今时今日这一代人的趋势了 而在第二个数据那里 其实我们看到 疫情发生了之后 其实开始 越来越多不同的customer 或者不同的用户 习惯了会开始使用 不同的网上的服务 无论它是什么行业 都会开始使用一些 网上不同的服务 包括可能是银行业 包括可能是买衣服 或者买一些责货 甚至旅行 都会开始善用到网上的服务 获得他们不同的资讯 甚至获得不同他们提供的服务 而在这里 除了疫情的影响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人习惯 看影片 或者习惯在影片中获得资讯 另外一个诱因 其实是因为可能我们 所谓的千禧后 都开始慢慢长大 而且他们对比起以前的人 可能以前的人 会比较喜欢 在电视上吸收资讯 其实今时今日 千禧后或者八九收合 其实他们是比较习惯 想在电话 或者在网络的世界 但是得到不同的资讯 另外一个数据可以看到 其实今时今日 是一个比较出名的影片 播放平台YouTube 其实平均我们提供的数据 可以看到平均 每一个人 每日花40分钟 去浏览YouTube 其实可以看到 影片和短片 其实对我们的 无论对我们的客户来说 或者对千禧后八九收合来说 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在这里作为一个小小的设计 其实今时今日 无论是由疫情的影响 或者是一些客户来说 转了的影响 可以看到影片和短片 都将会成为一个很重大的媒介 去影响我们的end user 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宣传的平台 以及作为一个宣传的媒介 在这里我想讲一讲 其实今时今日 我们会常常用一些 叫做video commerce 那究竟video commerce 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video commerce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snapshot 其实可能会好像 看到左边那样 我们叫做shopable link 包括可能是 当一些客人在看一些 产品的介绍 或者是一些服务的介绍 期间 我们可能会彈一些 有关服务 或者有关产品的 详细资料 甚至是即时购买的 连结 甚至也可以给到它一些限时的优惠 这个也是其中一种的video commerce 而另外一种 我们就叫做live commerce 其实就好像一些直播的平台 因为很多时候今时今日的 不同的商户都会 热冲 搞一些不同的直播平台 希望可以和他们的客户 有一些更加直接的交流 甚至从中得到不同的客户的意见 或者看看也都可以做到一些不同的客户的分析 包括可能看看他们会投票 比较喜欢哪个产品多些 哪一种服务多些 而当中直播期间 他们也都会很喜欢 放一些即时购买 或者限时购买的连结 令到增加他们的销售额 也都增加到他人购买的机会 那说完一些关于video commerce的 其实一些slapshot大约是怎么样的 那其实我们也会讲一讲 究竟为什么今时今日 很多商户 或者在不同世界各地的商户 都会想开始利用影片或者短片 去增加他们的营销 或者做一些不同的宣传 那其实我想在这里 归咎我们会有大约三个重点 或者三个原因 那第一个原因 其实他们会希望 有多一个销售的渠道 那对比起以前网上的营销 或者对比起以前一些 网上销售的平台 他们希望有再多一个的渠道 可以促销到他们的产品 而第二个原因 其实他们就希望 可以跟他们的客人 有多一点点互动 包括可能会即时 跟他们的客人做一些沟通 甚至即时可能会提供到一些 投票给到他们的客人 收集到他们一些 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 包括可能 什么产品是比较受欢迎 或者什么颜色 是会比较受欢迎 或者究竟是男还是女多 你的客人的种类 会在什么当中 会比较多 而到最后 做完这些互动的效果之后 其实很多商户都很希望 透过当中拿到的资料 做到一些更加多的分析 而到最后 可以提供一些 比较个人化的推荐 给不同的客人 包括可能 当你在互动中 他收集到资料 可能你比较喜欢紫色 或者比较喜欢圆形 或者摆设的时候 其实他可能会在你浏览 他的网站期间 会推介 可能有关知识 或者圆形的摆设给你 务求增加你购买的机会率 亦都增加了他们公司的营销 在这里 其实我也想分享 其实不同的公司 或者不同的产业 会怎样利用短片或者影片 帮他们接触到更多的客人 和增加到更多的营销 在这里 我想讲一讲 有关一个 可能是一个 我们叫做Duty Free的商店 其实他们传统来说 就会在不同的机场 放一些免税店 就会卖回不同的化妆品牌 或者卖回不同的酒 或者一些雜货 他们过往 最主要都是靠一些实体店的模式 去销售他们的产品 其实他们之后 这个公司 或者这个客人 其实他们就利用了短片的方法 就发明了更加 开展了一个新的销售渠道 他们其实就利用了短片 自己做了一个迪博主的平台 当中在这个平台里面 他们就会叫不同的KOL 或者直播主 去宣传他们特定的产品 而这样的好处 一来可以更加容易控制到宣传的策略 包括在这段时间 所有直播主会宣传什么产品 而第二 亦都可以令到他的客人 更加了解到那个产品的信息 而第三 亦都善用到明星的效应 令到那个产品更加速销 而到最后就是 当他们这些直播主 在推销这些产品的期间 其实你是可以看到 在右边的图 其实会即时提供到 一个限时购买的优惠 限时购买的连结 令到那些客人 其实这间R的公司 其实是一间在越南 专买一些化妆品 以及专去分享化妆品 心得的网上销售平台 那他以前也是会用一些 比较公开 和比较公共的社交媒体 去宣传他们的产品 包括可能会用到Facebook 或者YouTube Live 去宣传他们的产品 但是他们用过之后 他们发现了有几个重大的弊病 那为了这些弊病 他们就开始想 究竟会不会想 有一个自己可以控制得到 和管理得到的 宣传平台和影片平台 那究竟这些弊病是什么呢 那首先第一个弊病 他发现了 原来当他在Facebook 或者在一些社交媒体上 做Live的时候 其实他的竞争者 或者他的竞争者 是很容易看到 究竟有些什么 潜在的客户在流言 包括可能 那些客人 在看你Facebook Live的时候 其实他们很喜欢 会留言说一下 怎样看你的Product 或者关于对你的Product 有什么意见 那其实很多时候 留言的人 就是一个很大的 potential customer 那他们很喜欢 这些competitor 就很喜欢 在他们做Product Live的 sharing的时候 就收集了 这些potential customer 甚至宣传他们自己公司的产品 这个是第一大弊病 而第二大弊病 他们发现 competitor 不单止 是会收集了 他们potential customer 的资料之外 甚至 他们会直接在留言上 post 一些 他们自己公司产品的销售 的连结 就是说 当你公司在做一些宣传直播的时候 另外你的competitor 会在留言上 会上传一些他们公司产品的 购买销售网址连结 甚至会给到一些限时的优惠 或者叫做特价的优惠 去吸引了你的客人 去购买你competitor的产品 为了避免被competitor 不停的抢了他的生意 或者收集到一些潜在客户的讯息 而这家R公司就开始想 究竟他会不会想搞一个 他可不可以自己搞一个影片的平台 或者自己搞一个 我们叫做video commerce的平台 令到他更加容易控制到 究竟什么产品 或者什么的宣传策略 一来可以控制到 更加集中的控制到宣传策略 和产品的销售模式 二来第二 亦都可以控制到 究竟什么的人 或者什么用户在看影片 如果他发现那个用户 是似他的competitor的时候 那其实他就很容易 可以做回一些 购买的管理 包括可能可以禁言 或者禁锁了他 或者令到他不能够再发言 或者不能够再说一些 repost一些购买的连结 从而控制了 限制了他competitor 抢客的情况 另外一个use case 这个是一个比较可以公开的reference 其实就是一个韩国的汽车製造商 叫hunda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认 其实hunda 其实他们自己呢 以前都会在facebook 或者在social media 做一些live 或者做一些live broadcast 去宣传他们的产品 那其实他们之后呢 开始想搞一些自己的video platform 去给一个更加好的客户体验给他们的客人 所以他就找了我们帮忙 去搞一个自己own的video platform 令到他们可以更加好好地管理到不同的客户体验 也都可以收集到不同的客人资料 那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其实他大约做了些什么 首先他在自己的一个影片平台 或者我们叫做video commerce平台里面 他可以随时发布一些live streaming 包括可能有些新车的发布会 或者有些新product的发布会 那其实他可以很容易就做到这些live streaming的分享 而第二就是他做一些叫做 我们叫做随点随播的平台 就是当那些客人 例如他有几个不同model的车款的时候 那其实客人可以自己按住自己的需要 看回不同车款 究竟实质的运作情况是怎么样 或者大约那个驾驶的模式会是怎么样 而到最后他也做一些interactive video 包括可能给一些客人自己看回 可能我喜欢了这个款式一的车 但其实我就想配合可能车身要是蓝色的 而车窗我要配合是灰色的 那他就会给客人立刻看回 究竟如果他选了不同 按着他需要选了不同的颜色的时候 真实的样子是怎么样呢 也会有相应的视频给各客人看 令到各客人有更加好的客户体验 更加容易买到他喜欢的车款 而第二在这方面呢 他除了给客人选了这些选择之外 其实他也很容易做到一些data analysis 因为这样他就很容易收集到 包括什么的车款会比较多客人看啊 或者是什么的颜色或者什么的材料 会比较多些客人喜欢 令到他呢更加容易这样去做一些 可能一些科 做一些产品的预测啊 做一些库存的forecasting 令到他更加好好地控制到他的生意 那其实除了刚刚说的案例之外 那其实在这个世界各地呢 不同的行业呢 都会有不同的方法去利用 善用不同的影片去增加他们的销售额 或者令到他们的生意做得更加好 包括可能会见到一些 包括可能一些做健身啊 做fitness的行业呢 其实他们很多时候呢 都会将一些影片 上升到他们自己的平台上 令到他们呢 可以 令到他们的客人呢 可以按住自己的需要呢 看回自己喜欢的影片 甚至呢 这些影片呢 是可以联系到一些 一些 帮助的器材 令到他们更加好 查到他们 客人自己的一些生意的质素 或者一些生意的资料 这样 更加制造到一个更加好的客户体验 另外呢 其实很多时候也都会有一些公司 包括可能是一些外卖的平台啊 或者是一些健康的服务啊 那其实他们 好像外卖平台那样 他们会给一些客人 看回真实 究竟这个食物的样貌的影片是怎么样 增加了那个客户的体验 令到更加吸引到客人 想去购买他们的食物啊 而另外也都会有一些 叫做我们叫做 远程的诊治啦 那令到那些医生呢 或者令到那些健康服务界的人员呢 就不需要每次都要去到病人 或者去到一些他们的客户的地点啦 那就可以远程的这样 可以帮他们问诊 或者帮他们治疗或者诊断的 也都会有一些公司 好像旅游业那样呢 其实他们都会希望呢 在疫情期间呢 给到那些客人 看回究竟不同地方 究竟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create了一个网上旅行的 网上旅行的影片 或者网上旅行的体验 给他们的客户 令到他们的客户呢 在疫情期间呢 都可以去到不同世界各地这样旅行的 而当然啦 亦都会有不同的娱乐公司 或者一些performance公司呢 是会透过影片的方式 去直播他们的表演 令到今次即使在疫情期间呢 那不同的客户啊 或者不同的人呢 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他们精彩的表现 那当然啦 亦都会有可能会有 可能在酒店里呢 或者是一些比较 propriety的客人呢 都会利用着影片呢 去介绍回究竟他们的service 或者他们提供的酒店的样貌是怎么样的 增加了客人呢 去你酒店里住的机会 或者也都会有可能 餐厅那样去介绍回自己的新菜式啊 介绍回自己的食物啊 令到客人呢 是会更加大机会去你的餐厅里 在这里啦 我会交回时间给我的同事 去讲一讲 其实 好了 讲了这么多reference case 或者这么多不同的案例 那究竟Megasone Cloud 在技术上可以怎么样帮到你 或者可以给到什么的产品呢 那在这里我会交给我的同事Benjamin 去讲一讲的 好 谢谢Clarus 那我是Benjamin 是来自Megasone Cloud的 Associate Cloud Engineer 那刚刚Clarus 其实都讲了很多例子 那其实为什么 现在香港Existing 我们看到很多客人 为什么传统用一些media 是很难去做到一些media commerce呢 那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小小的例子 那第一个重点呢 就是他们传统的media 其实他们没有一些很相关的知识 和人才的 因为其实你要请一个人 其实都去做一些media的commerce 其实都不是很cause effective 那其实都很难去特定去 specific 请几个人只是为了一个project 那其实另外呢 传统来讲呢 做一些media呢 也都需要很多时间的 只是譬如你部署 你的time to market 可能都要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 那也都未计 你说可能去去买 看一些hardware 或者一些data center 那讲到hardware 但是很难可以去做到一个很简单 很快 很容易去做到一个media的service 那另外呢 最后一个point就是 即使设计了很多hardware 那当你的生意不断不断地扩大 越来越多人去看你的平台 去看你的video的时候 那你又怎样可以去做一些增减呢 那其实传统世界上是很难去做到的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Magazone Cloud 就就着这几个痛点 我们利用了云端的科技 去制造我们 去制造我们一套的solutions 那之后呢 就让我介绍一下这一套solutions 那我们这一套solutions 叫做cloud-based media 那是我们公司的一个ready made 的managed media platform 那就着这个cloud-based media 其实我们有几个非常之重要的selling point 其中一个就是 和传统media很大的分别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 有几个传统media的一些痛点 那其实用cloud-based media的客人 你不需要再预计 你要买多少机器 去做你的media 你不需要再预计 可能我要多少budget 或者我要大概去 要多久的时间才可以做到 而用我们这一套solutions 其实很容易很简单 就可以做到一个media service 在你的平台里面 那另外呢 刚才我都说了 你很难去做一个scale的 那你多了人看你的video 那其实你很难去增 或者去减 但是我们就着云端的科技 其实我们非常之容易 就可以scale 因为整套solutions 都是based on 去云端的科技的 那另外呢 一个非常之重点 就是我们很快的deployment 根据我们 在韩国的经验 大概两至三个礼拜 整套solutions 就可以落到地 那最后呢 AWS Optimize 我们这个solution 是based on AWS 所有的functions AWS的functions 其实都是出得很快 而且都更新得很频密的 而through我们的solutions 用我们的solutions 各客其实可以享受到 最新最齐的 AWS Media Service 那其实我们的architecture 可以做到一些VOD live streaming 想做一些interactive 的一些元素 一些video commerce 我们其实最主要的key functions 都有不少的 那也都包括一些media的process content management等等 那整个solution 的architecture 是based on AWS的 那之后 接下来呢 我会讲一下三个 我们solution里面 重点的highlight 其中一个呢 就是我们cloudfax media 是provide一个management console 给我们的客户 去很简单 很轻松的去管理他的contact 那其中一个key function 就是我们一个很简单 很完善的一个dashboard 那其实你看到 在这个dashboard上面 你很简单 很快速 就可以知道 你有多少transcoding 是在做的 譬如我看到 我有115个transcoding 在做的 有40个已经complete了 或者有多少error 多少cancel 另外呢 你也可以看到 你现在的live 譬如我现在的channel 我有几个live 是在做的 我有几个live 是停了的 也都可以看到 一些很最近的 一些近期的recent job 可以看到一些 什么video 在process中 那这个也是一个 非常之简单易用的 一个function 那另一个呢 就是我们一个 叫做drag and drop 的function 那其实传统 做media的一些transcoding 其实需要很久的时间 以及也都需要一些 相关的技术 那也都不是每个人 那么容易都可以做到 transcoding 那但是我们 cloudxmedia 就设计了这个drag and drop 的function 让一些普通人 就算你不是很熟悉IT 也都不是很有相关 专业行业的知识 也都可以很简单 很轻松 去做到transcoding 其实只要好像 你将一些东西 上cloud 上cloud 上可能一个drive 的file 只要你可以 在你的local file 选择你的片 然后你选择好 可能你想要 哪些output 什么path 想要什么media 的一些file 那其实很容易 就可以drag and drop 去做到这个transcoding 那最后一个重点的function 就是我们cloudxmedia 都有一个AI 功能的 那我们其实 我们里面会有face recognition 那这个功能 就是用了amazon recognition 去support 那amazon recognition 里面有的function 其实都可以应用 在我们的platform 里面的 例如举个例子 一些明星样 的face recognition 我们可以很容易 将一些明星的样子 的片 group 在一起 那就可以知道 譬如某一个特定的明星 究竟他在哪一条片 出现过 那我们很容易 就可以做一些grouping 的一些功能 那除了明星样 之外还有什么 可以做呢 那其实我们都可以 train up你自己的 一些model 那例如你 一间很大的 每个例子 一间fitness center 可能我有超过 100个导师 那其实我 很难去group 我特定某一个 导师的一些影片 去再sell 给我们的客人 那但是你有了这个功能 train up model 之后 你可以很简单 很快就可以group到 某一个特定的瑜伽 老师 甚至一些fitness的 trainer 的一些影片 然后你再去做package 再去做一些grouping 再sell回给客人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Cloudplex Media 的architecture 那其实我都很简单 高呼一次而已 那最左边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我们刚才提及到 那个management console 那之后你会看到 你把影片 一些injection transcoding 等等这些 很深入的一些元素 其实我们都只是做 在backend 帮我们做了 那个console 刚才我都说了 其实是非常简单易用的 那我们也有 一些content protection 一些DRM 例如有些人 我们不想 每一条影片都随便 给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 我们也有些assess control 去防止这个影片 随便被人看到 去保护我们客人的一些影片 另外我们也有些 AI 刚才我所说的 我们dashboard下面 也有些不同的 user analysis content and analysis 我们可以知道 最 popular的影片 一些 究竟每一条影片的人 看了多少秒 或者最多人看的region 在哪里等等 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 重点的功能 就是我们Cloudplex Media 是有自己的media player 那当然啦 如果客户想用一些 第一部分的media player 也是支持的 那除了 Outpress Media之外 因为某些客人 其实都会想 我想 customise 一些media的解决 我想 一些based on 一些AWS的infrastructure 去做一些 自己 customise 的解决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那其实我们公司 Megazone Cloud 也有一条media professional service team 那这个team 其实都有20年经验以上 我们大部分 主要都是一些做media 做podcast的专家 那media professional service Flow 其实大概都是这样的 它主要我们提供的一些功能 就是live 和video on demand的功能 你看到其实backend 都是用AWS的一些功能 那讲了那么多一些 关于cloud-based media的一些重点 那其实我再recap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 Magazone Cloud 去帮我们做 去帮客人去做media 或者video的commerce 第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有media experts 我们有超过20年经验的 一些做media的专家 那他们都是来自一些 很传统的broadcast media的industry 那另外呢 我们有professional service 和我们的carpastmedia 也都是一些很pre-packaged的platform 很快就可以容易 很容易地落地了 最后就是我们 在韩国也好 在其他region也好 我们有很大量的一些reference case 我们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例如一些物流业啊 一些education啊 甚至一些ott等等 由enterprise 去到startup 去到一些digital native的business 我们都会有我们的case的 好 那今天至上呢 我们的region就去到这里了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去到下面的link 聯絡我们的 好 多谢大家